陳奕迅在香港紅館完成一年二十七場的演唱會 粉絲聽著歌聲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在最終場就曾鬆口 接下來要到台灣開唱 粉絲終於等到了 在社群秀書海報宣布七月要來台開唱 還約要大旦台灣美食小吃 寫著下一站台北牛肉麵 鹽酥雞乳肉飯七月見 台灣歌迷紛紛暴動 我是否跨拔 誇張只因我很怕 像木頭像石頭的花 得到注意嗎 陳奕迅感染力喪音讓全場陶醉 這也是陳奕迅時隔七年後 又再度站上小巨蛋開唱 但粉絲得先搶到票 大家都是九百八 一千一一千一一千一 八千塊 以後我自己吵我吵了 陳奕迅演唱會場場爆滿 除了會唱之外 還很幽默 聊天橋段 粉絲也很期待 你天天這樣都可以 你天天這樣 陳奕迅七月要來台灣開唱 恰巧生日就在七月 不少粉絲許願希望能在台灣慶祝四十九歲生日更敲碗 希望場次能多一些 陳奕迅將在小巨蛋演唱也讓粉絲迫不及待想要進場了 TVBS新聞張家寶年宣香港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大視